董秀琴62岁 退休金2000多元 离异借助在朋友家 这小墨镜挺亮丽耶今天 我总不一样 夏天我总不一样 董这么漂亮 漂亮啥老太太 红衣服 红头发 红指甲油 这边爱漂亮的董大姐 有种势在必得的架势 那边听了董大姐的基本条件 马大哥也想渐进董大姐 这院里全是公主帮 这一趟 这全是公主帮 是吧 你这一趟熟吗 这咋不熟呢 我们这儿里还有个人上门的 是吗 你都认识吗 要不说我看着眼睛不能认识 真假呀 你看我 这个我总来 刚到马大哥家楼下 这董大姐就说 总上这个小区来 有可能认识即将又见面的马大哥 那他们两个会是老熟人吗 来来来来 会来 认识吗 我认识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 你认识啊 来来来来 你认识这个大哥 认识啊 他是我们院那个谁的哥 来来来来 谁的哥 他弟在我们院住 那我哥 他弟是四中的 那我哥可能哥哥就不认识了 你哥吧 那我哥哥哥 他不认识我 我认识他 我不认识 那啥我 我总算我哥呢 我哥可能没有认识他哥在我们院住 他哥在我们院住 他哥在我们院住 对对对 你认识 你认识我哥 但你没看过大姐 没有看过 行 这个认识就是一种缘分 但是大哥不认识大姐 我给大哥介绍一下 这个大姐叫董秀琴 然后大哥叫马少渝 来了 你现在握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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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姐对你认识 但是你对大姐不认识 他不是通过我们节目 你不认识了 我早上那边去 我早上那边去 我基本早上那边去 我基本不给他呆 没关系我家啥没有 早上我哥呢 早上我哥吃饭了 早上他 基本都给那边呆了 没想到啊 这董大姐真知道马大哥 只不过啊 是跟马大哥的哥哥比较熟 跟马大哥不熟 但马大哥表示啊 他不认识董大姐 那这俩算半个老熟人见面呢 缘分会不会更奇妙些呢 我这一个眼儿 我说狗吧 嗯 我爸 嗯 你几岁生啊 4122 骑我大 嗯 我谁也是4 爷姑 嗯 现在没有什么负担 就是得有房子 嗯 我一个退休两天就回去 嗯 那你这孩子有点多啊 我这孩子他特别的 七八千里面 他多大了 他今年二十九 二十九了 那又像了 他现在说不说我不知道 他没告诉我 反正我在我心里现在是 他没告诉我 也不知道没有 他自己问 嗯 不是他跟着老 嗯 嗯 有点负担没有 但是 那孩子那边基本就完事了 咱什么没有 就这么办了 哎 但是他找得像啥的 各方面的房子啥都有嘛 两个人简单地揭上了一下 彼此的基本情况之后啊 这董大姐这边 有点不对劲了 大姐明显没有上次主动能说了呢 是 嗯 我没啥说 这种假事 嗯 不是想啥说了 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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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容易 到哪儿来的 在咱们这人家 实际上 刚刚 跟他们都没关系 那边这个那个都没关系 就看脸儿也没得感觉 就实话 是啊 按理说啊 遇见半个老熟人 这应该有更多可聊的 可闹的呀 但董大姐怎么有点 欲言又止的感觉呢